无照 酒驾 超速 撞死人 判无罪 欸欸欸 你觉得这个判决合理吗 一名30岁的主科工程师高世章 前年骑车经过主科这出路口时 没有等左转专用灯亮 就抢快违规左转 结果被驾驶小货车的周宝韵超速撞上 他滑行超过28公尺 因卤内出血而不治 而货车驾驶的酒侧值0.06 检察官也查出 他的驾照已经被注销 但他现在却判无罪耶 你听听看这个判决的理由啊 法官说骑士违规左转又超速 加上当时风格岛上有钢瓶影响视线 货车驾驶看到骑士后 反应时间不到一秒 就算他没超速 也来不及防止车祸发生 而且他酒侧值不高 驾照则是因为没脚牌招税被注销 应该没有过失责任 所以判他无罪耶 唉 以后骑车开车都要守法规 如果自己违规出了事 对方不一定要负责呢